这一题 就是那个T恤官网我刚刚提到的 首先的话当然第一个 你当然按右键检视原始码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原始码 总共大概1600多行 当然我是不建议你看原始码 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讲过 你可以有个技巧 因为我们贝勒洛书的主要是抓 那个标签跟类别 所以你只要找到 你要找的资料 它的标签跟它的类别 然后填上去资料 你就可以抓到你要的东西了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它的步骤第一个 一定是用request 把这个网页里面的原始码 抓到我们程式里面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用beautiful super解析 那解析要解析什么呢 我刚刚讲过 如果一个那用find 可是这应该不止一个 所以这个应该可以连结 一定是find all 有没有多个 所以那首先的话你会发现 上面这个类别名称 他们应该都长一样 所以长一样的话 可能呢 它的标签跟它的类别 应该都会一样 那我们可以验证 怎么验证 记得直接先找第一个 建筑设计领域 后面都一样 你就找第一个 按法属右键 然后检查 这一招其实还蛮好用的 因为其实 你就找到你要的那个关键的地方 就可以了 然后检查 检查之后的话 可能要慢慢习惯一下 那个右边出现的讯息 因为这个右边讯息 其实就是里面原始码的位置 也就是你前面是这个 所以就把它拉过来一点点好了 不过它有时候有一个缺点 就是你比如说你把它变成窄一点 它会变成另外的版本 因为它以为你是手机 所以它把它变成手机版 你拉宽之后呢 它就变成网页版 因为你知道它是 它侦测到你的解析度是宽的 所以它给你 就是比较详细内容 那当然这有干扰怎么办 跟各位讲一个方法 就是这边有一个Duck 有没有这边有个三点 有没有 叉叉的左边这里 左边这里的话 你会发现 预设是在 有没有 它的右边 就是这一个 有没有 这个 那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说你觉得 放右边好像不太恰当 我希望把它放到下方 那变成这样左边右边 比较不会干扰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这一个 有没有记得 这个有时候慢慢习惯 看一下这个三点 然后点下去之后 找到下面这一个 就是这个Duck 有没有 Duck指的是它停在哪里 预设是右边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 Duck to Button 有没有 你选这一个 点下去 那你会发现呢 右边不见了 它跑到哪里 跑到下面去了 有没有这边 跑到下面这里 OK 然后你可以怎么 可以再把它拉大一点 OK 在下面了 OK 如果你把它关掉 关掉的话 再按右键 再一次 检查 它就不会在右边了 它会在下方 有没有 在下面 如果你要还原怎么办 一样 这边不是三点 OK 然后再按右边 它又回去了 OK 这个其实 到底是小技巧 反正就是 你尽量熟悉它 这个检查还蛮好用的 那我建议你先把它 先Duck到下面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 按滑鼠右键检查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你看一下它有个底色 有没有 这边有个黄色 其实你按这边 它告诉你说 你的城市在这里 那你会发现 这个里面的文字 就是建筑设计领域 它的 两个重点 刚刚我们练习的 第一个是 它的标签 Tag是什么 DIV 好 有没有 第二个的话 是什么 Class 有没有看到 是这个 所以 你只需要 怎么样 Find all 然后填一个DIV 斗点 Class这个 它就会帮你把 这个里面的每一个 通通都get回来 那你想说 那一定吗 你又不相信的话 你按这个滑鼠右键 检查一下这个 你会发现这个 这个也长一样 这个呢 检查 这个也长一样 所以理论上应该 应该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它的DIV 跟它的什么 它的那个Class 所以如果我要把这些 抓回来的话 那首先我要怎么做呢 第一步 一样先开一个空的 有没有 我们开一个 空的一个模组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 就是 上面的部分 input request 这input request的话 主要就是 再把这个后面 利用request.get 这还记得吧 后面这个网址 意思是说 我要抓那个网页里面的原始码 那那个网页的网址 那就是刚刚这一个 所以把这个网址按右键复制一下 贴到request的get后面 那他就帮我把网页原始码抓下来 那接下来呢 再利用什么 BeautifulSoup 帮我做解析 那解析有没有 所以这个解析动作一样 就是他get到的这个原始码 其实会放在html里面的一个属性 叫.test 在html.test里面就是放网页原始码 也就是1600多号那些东西 可是如果假如你没有那个BeautifulSoup 你要自己写程式来解析 那太累了 那我记得以前我用Java写过 写的真的是太累了 因为你要自己不断跑围圈 然后找到你要的标签的头 跟标签的尾 然后把头跟尾的位置记下来 把中间都一取出来 还要算他的位置 那写下来 那后来有BeautifulSoup之后 你再也不会想写 因为人家都帮你做得好好的 你只要懂得什么 懂得用BeautifulSoup 它里面的两个规则 一个是Find 一个是Find All 其实都够了嘛 所以我们会用这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用什么 SP 第一个标签名称放过来 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class名称 所以两个讯息嘛 所以你可以直接 或者在这边点两下也可以 你如果怕那个字打错 你Ctrl C 一下 点两下Ctrl C 然后把它贴到这个DIV后面的 所以第一个条件是它是什么标签 第二个是它是拿什么类别 好那我就放在这个List 1里面 那接下来你可以怎么把它print一下 我们看一下 里面是不是我们要的串列都在这个里面呢 所以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这里面的话它就会把所有DIV 看起来应该都是所有的上面的名称 有没有 所以第一个有了List 1 OK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有第一个了 类别名称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看一下 第二个应该是 也是一样 按滑鼠右键 检查一下 这个是什么 H4 所以在 里面没有class 不过理论上 这个H4就标题是 理论上应该就指的是这个 中文名称 然后我们就get它 然后底下这个是什么 按右键 检查一下 这个叫small 所以我们后面两行就是什么 H4 我们可以拿这个来改 拿这个 拿这两行 比如说我可以把List 1 拿来 把它Ctrl C一下 然后我就是 再来就是抓什么 抓H4 然后 然后 后面没有class名称 有没有 然后这个就List 2 也就是说我的中文名称 是放在List 2里面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List 3 英文名称 英文名称 英文名称的话呢 可以放在List 1 2 3 对没有 那看一下 OK 应该 这个里面的英文名称嘛 然后中文名称 然后这个是它的标 那接下来的话呢 最重要是什么 要把它变成一个CSV档 假设我们的目标是希望 把这三个串列抓下来了 然后第一个串列放第一栏 第二个串列第二栏第三栏 然后帮我存成一个CSV的话 那该怎么做 所以呢 我们应该怎么 再来就是跑一个Four圍圈 有没有 Four I in Range 那这个Range的话 当然从0到 它这个串列的总长度 当成结束 那哪一个 其实这三个长度应该都一样 数量应该都一样才对 然后呢 我要做的 把它串在一起的话 那应该怎么 第一个 放第一个 斗点 放第二个 中文加斗点 第三个 然后尾巴呢 帮我放一个饭盘 所以呢 我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这个应该在云端上 我记得我这边已经有写好了 就偷懒一下 好不好 佛 I in Range 那我就可以怎么办 把这三个串列 OK 那如果前面这个 这个回圈 假如是0开始 这个0可以把它省略掉 这个不写没关系 那这样的话 你就写着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它的标题名 中间加一个斗点 第二个 加一个斗点 第三个 那就是 先第一栏 斗点 第二栏 斗点第三栏 那就三栏吧 那因为写着本身有换 所以我如果把它写出去的话 那理论上 那就是我要的结果 有没有 它就帮我排整齐了 那最后如果你要存档的话 只要把Prinner的东西 串在一起 写出去 就存成一个CSV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大家观察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你不用傻傻的 就把那个网页每个都仔细去看原始码 我觉得看原始码太累了 最重要还是要找到你到底要找什么的标签 跟类别 如果标签跟类别不够的话 你可以再找找看有没有ID 不过以我的经验来看 这个标签跟类别已经很够用了 OK 除非说一些比较特殊的网页 那要立当别论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我们这一个 主要是希望 拿那个认证考试 它里面总共三个栏位 三个指标 一二三 那我希望把它抓下来 先放在三个串列里面 然后放三个串列之后的话 再帮我把它存成一个CSV 甚至是帮我存成Excel 那当然是最好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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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